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拆破牢笼大闹目伐 我和大炮也阻止不住 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 依呀 辉哥 陈晓银这小子真能折腾 把船拆成这样 我是受不了他了 疯疯癫癫的 啥时候是个头啊 哦 总算是睡下了 陈晓银昨天清醒的时候 说话做事也挺正常 但是现在这样 确实让人受不了 还是得想个办法 把他囚禁起来 对 不能让他再这么闹下去 但是咱们现在的牢笼 怕是困不住他呀 这家伙的力气 大的惊人 大炮 在他醒来之前 咱们赶紧建造一件牢笼 跟我来 这次咱们建造高点 就算陈晓银拆了牢笼 也让他不敢跳下来 辉哥 还是你点的多 快去把陈晓银带过来吧 等他醒了 可就麻烦了 放到床上吧 把他身上的斧子拿走 这下就没办法拆了 辉哥 咱们先去修修船吧 昨天都快被陈晓银拆散架了 可别耽误我们正常行驶 好吧 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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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放撒家出去 我的斧子呢 可算是修好了 这家伙 白让我费了那么多力气 辉哥 凭他现在的状态 就算到了神秘基地 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现在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只能带着他继续航行了 希望能够早日清醒 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辉哥 咱们就这么干耗着 没有其他办法了 这 其他办法 要不 死马当活马医吧 咱们给他治病 我这里有治疗风天的偏方 去试试 嗯 你还有这能耐 小时候听人说过 疯癫之后 再让他受刺激 就会恢复 这就是传说中的 以毒攻毒 啊 那你准备怎么治疗 当然是用这个啦 不行 那么好 会出人命的 放心吧 只是吓唬他 不会对他造成伤害的 这种偏翻 他能行吗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好吧 这次听你的 好 动手吧 大功告成 辉哥 这种东西 村里的老人 之前建造过 叫做招魂屋 现在 万事俱备 只欠程晓英 怎么又睡了 我都开始羡慕他了 快来吧 把他扛到招魂屋里面 你们两个杂碎 竟然玩撒架于鼓掌之间 快放我出去 程晓英 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 出来以后就会大闹木筏 等我们把你治好 会放你出来的 不用你管 等我出去 你们就完蛋了 说话这么不客气 看我怎么教训你 嗨 皮屋 想暗算撒架 欺杀我也 大炮 看他像是个 神经百战之人 不会被弓箭吓到 你这方法 好像不太管用呀 嗯 那我就实施 B计划吧 嗯 B计划 咱们用石头砸他 说不定 就把他砸醒了 这都是什么 馊主意 来吧 我试试怎么知道 万一成功了呢 现在是疯癫状态 我们也是为了帮他 啊 砸碎 竟然伤到撒架 啊 啊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啊 啊 啊 别砸了 大炮 都晕了 快把他带回去 好吧 说不定 待会儿就清醒了 眼睁睁看着他被砸晕 实在不忍心 来给他上点药膏 希望醒来之后 能恢复意识 嗯 啊 啊 让我去